大家好 我是QQ 來到今天星期一 第一天的文型很簡單 第一個要說的是 大家經常聽到的 前面是跟動詞的詞書形 表示用途或目的 即是用於什麼 或是為了什麼 例如第一句的例子 電子詞書是 外國語學習的方法 電子詞典對學習俄語很有幫助 現在可能大家都不會用電子詞典 大家直接開上網 用Google 或者下載一些Apps 我覺得很多Apps 對學習俄語也很有幫助 大家可以在App Store下載 幫助大家用日文 然後還有一個要說的例子 就是 前面是跟名詞 表示全文的根據 消息的來源 即是句什麼什麼所說的意思 它的用法 和 用法 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們看看第一句例子 鈴木先生說 鈴木先生說 聽鈴木先生說 那間店每週一都是定休日 即每週一都會休息 因為它表示全文 所以很多時候 它都會用同一個 Soda Toyukotoda 等等的 表示全文的巨型 一起使用 又或者是 表示推測的巨型 即是好像 Lashi Daro 這樣的文 會一起相應使用 那我們今天的文化 就到這裡 就是我們明天再繼續 講不同的文型 如果你想問三字卡 就可以追蹤我的IG 你想看我分享一些日本的資訊 就在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